听到阮琴琴开口了 二旦直接跳了下去 来到了阮琴琴姐妹跟前 但是二旦的夜光眼 却将他们两姐妹身体都看光了 而两姐妹以为这么暗 二旦是不可能看得到的 阮琴琴看到二旦飘在水中盯着他们姐妹看 随着月光在水面上荡漾 阮琴琴当时便大叫一声 将水拨向二旦 拉着妹妹一头潜到了水下 可是二旦却怎么会放过他们两个 必须要解释一番 要不然他们两个就会把自己当成流氓了 但是他在水中的视线简直就是无敌 两姐妹们那洁白的身子在水中游荡 如同两条美人鱼一样 但是他们虽然水性好 哪是二旦的对手 只见二旦快速前插到他们跟前 一下子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两姐妹吓得只好分散开来 但是突然间 阮琴琴发现妹妹没了踪影 这可把她吓坏了 她潜出水来 看到二旦飘在水上 当时便气喘吁吁地喊道 妹妹 你在哪里 二旦当时也发现 两个人少了一个人 那一刻她也吓了一跳 这大晚上的只有月光 水面上没有人 那肯定怕是出了危险 别怕 我到水下看看 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二旦潜下水去 犹如白天看到的情况一样 一下子就锁定了软焦焦的位置 只见她的脚 像是被水草给缠住了 在那里吐着气貌不说 更是不停地挣扎着 不好 她有危险 二旦潜到软焦焦的身边时 她已经停止了动作 因为她觉得 在这黑暗的水上 她怕是再也活不过来了 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被水呛得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但是她发现一个影子 正慢慢地靠近她 将底下的水草一刀砍断 直接抱着她钻出了水面 见到妹妹被二旦救上来了 软情情又气又担心地叫唤道 妹妹妹妹 但是二旦却将软焦焦 直接拖到岸边 然后抱上了岸 见到软情情很尴尬的样子 拿起衣服扔了下去 二旦将软焦焦平扑在地上 根本不顾及她此时全身光秃秃的样子 将衣服盖在她身上后 赶紧翻看她的眼睛 检查她的烟鼻 发现这个软焦焦 因为溺水已经休克了 这大半夜的送医院来不及了 于是直接做起人工呼吸来 软情情慌不宅乱地套起衣服 直接上了岸 看到二旦在占妹妹的便宜 当时便吓坏了 立刻一脚将二旦给踢到了旁边 臭流氓 大混蛋 软情情嘴里骂着 却急忙急乱地 扶起妹妹准备要离开 但是二旦只是咬着背后那一脚的疼痛 大声叫道 如果你现在离开 你妹妹马上就会死去 那一刻 软情情吓坏了 愣在那里不敢再往前了 赶紧将妹妹平放下来 很气愤地瞪着二旦骂道 都怪你 都怪你 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二旦见她放下来了 于是便继续跑过去 一边开始做心肺复苏 一边说道 等我把你妹妹救醒后 你再找我算账吧 软情情愣在旁边 看着二旦那熟练的动作 不大一会儿 她妹妹便醒了过来 二旦见软娇娇醒来后 于是便拍了拍手 脱下自己的上衣 拧掉水 朝着旁边走去 软情情搂着妹妹 心中还是很感激二旦 见二旦要走 于是便叫了一声 喂 你是谁 哪里人 怎么出现在这里 二旦挥了挥手 不禁冷笑一声 头也不回 就往旁边走去 突然间 不远处村子方向 出现几个手电筒 快速地朝着大坝方向而来 嘴里都在叫唤着什么 二旦一见 心中自然也是吓了一跳 心想 他们不会是来抓自己的吧 于是快速地掉转头来 直接从软情情旁边冲过去 一头扎进了河水中 看着水面传来荡漾的水波 二旦瞬间就消失了 软情情也是一脸的猛逼 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直到这时 有人打着电筒赶过来了 他才明白 这个人是看到了前面 有人来了 只是他有点奇怪 这个男人怎么就不敢见人呢 可是突然间 他吓了一跳 猛地才想到 这个偷看他姐妹洗澡的色狼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犯罪分子 果然不其然 村长阮士谷带着几个人赶了过来 看到自己的女儿狼狈不堪的样子 村长真是气得不行 晴晴 娇娇 怎么回事 看你们这样子 像个大学生吗 软情情觉得无语 直接说道 爸 我们只是出来游个泳 你干嘛管这么宽呀 我们又哪里惹到你了 软士谷虽然生气 但好在现在两个女儿没有事 于是便说道 现在和家村有个犯罪分子逃离了 附近的村庄都不安全 所以爸担心你们出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犯罪分子 见到软情情特别感兴趣 旁边的妇女主任赶紧拿出手机出来 将二旦的照片拿给他看说道 这两天发生的病毒事故 就是这小子投的毒 他现在为罪跳崖潜逃 现在全力追捕他 这个人武艺高超 非常的危险 你们得赶紧回去吧 看到二旦的相片后 软情情当时就吓了一跳 赶紧捂着自己的嘴巴 想到真是这么回事 心里就忐忑不安 好在刚才这个犯罪分子 并没有伤害他们姐妹 倒戏一口气的软情情 却被妇女主任看出了端倪 在瞧瞧两姐妹 纳金魂未定的样子 不禁问道 情情 娇娇 你们俩这个样子 该不会真的碰到这个危险分子了吧 软情情刚刚还在想着 如果二旦是个犯罪分子 是个极度的危险分子 一定不会救他妹妹 所以他觉得 反而认为二旦并不是 妇女主任嘴里说的危险分子 情情 你怎么了 是不是你们碰到他了 要是真碰到他了 你们赶紧说呀 二旦此刻正飘在 河对面的杂草丛中 露出一个头来 盯着河对岸的动向 看到软情情还不时地看一眼他这边 这让二旦有点不安起来 心想 这个娘们不会真的把自己攻出来吧 软情情缓过神来 看向妇女主任 摇着头说道 没有看到 只是这个人 我觉得好像在视频里见过他 看样子 他不像个坏人呀 妇女主任大使所望 因为要是有人找到了二旦 那可是有十万块钱的奖金 谁不想要这笔奖金呢 但软情情却只是说看过他的视频 这就不稀奇了 毕竟二旦当时在上午线 江南省省府 还有京城是做出了点轰动的事情 妇女主任便冷笑一声道 那就不奇怪了 这小子还是有点才能的 斗牛大赛的冠军 拨刀大赛的冠军 省府的英雄 京城医药大赛的冠军 头衔是真的多 大家都认为是个人才 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 现在成了一个投毒的犯罪分子呢 阮情情很震惊 没有想到刚才这色狼 居然会是那个鼎鼎大名的 何家村李二旦 这可把他心里震得有点不敢置信 两姐妹被村长阮士谷带回家 洗完澡 妹妹受到惊吓 早早就休息了 但是阮情情却怎么也睡不着 也不知道 那个旧妹妹的小子 现在还在不在那里 他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会不会感冒 趁着大家都睡着了拍 阮情情再次偷偷地溜了出来 来到了大坝处 但是并没有看到二旦 心中不由的有点失落 往回走的时候 他看到大坝对岸的悬崖壁旁边的山洞中 隐隐传来了一丝亮光 一看就是有人在烧的篝火 他突然间想到 肯定是李二旦在轰衣服 二是便从大坝上穿过去 来到这悬崖的侧面 摸黑走进了那个山洞 偷偷来到洞口 定情看去 只见二旦正光着身子坐在旁边 升了一堆篝火 旁边搭了个架子 正轰着衣服 但是他的眼睛完全被二旦身上那强壮的肌肉给吸引了 看得他当时都愣在那里不繁衍了 心跳个不停不说 连眼睛都看直了 脸蛋越来越滚烫 还未谈过恋爱的女人 看到眼前这一幕光芒 他心中的小鹿却是乱撞 双腿都有点发麻了 一下子就差点倒了下去 随手一抓 碰到了旁边的一个石块 只见石块从壁上掉了下来 砸到他的脚上 传来清脆的响声 二旦猛地睁开眼睛 大叫一声 谁 被人发现 阮情情当时害怕极了 如果只是碰上无所谓 但是他可偷看到了二旦那强硬的胸肌 这可就尴尬了 慌张的阮情情直接拨腿就跑 二旦从架子上拿起一块上衣冲了过去 不大一会儿 一个用上衣围着重要部位一圈的二旦 便出现在了阮情情的跟前 是你 阮情情看着二旦还挺着胸肌站在他的跟前 那一刻 他恨不得自己找个地洞钻下去 尴尬的 他只能微微抬起头来 朝着二旦笑了笑 发出一阵尴尬的嘻嘻声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发奇 你怎么就成了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呢 二旦微微皱眉 心中感觉不妙 于是便狠狠地说道 你想回去通风报信 阮情情这可来脾气了 他本来就是过来找他 怎么可能会报信呢 于是便挺直凶 理直气壮地对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 要是我想出卖你 早就在潜入水中的时候 就把你出卖了 二旦想想也对 但自从京城回来后 他深思很久 对女人 他不会再那么相信 甚至也不会再那样的痴情了 毕竟他的女人并不少了 但你干嘛鬼鬼祟祟的偷看呢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阮情情这回反倒像个主人一样 慢慢地往回走 来到二慢堆激勾火的地方 坐到旁边的一个石头上 饶有兴趣地说道 本姑娘前来当然是找你的麻烦 二旦就郁闷了 我好心救你妹妹 你不知道感恩就罢了 反过来还找我麻烦 这简直就是天下之大滑稽 非常可笑 你想恩将仇报 你要知道 我可是救了你妹妹 我是你全家的恩人 可是阮情情却站起来 笑着说道 这个我承认 你救了我妹妹 这事我也会处理 但一马归一马 你前脚偷看我们两姐妹洗澡 后脚又把我妹全部看光了 这笔账怎么算 二旦真是冤枉 赶紧解释道 我能怎么说 还不是当时为了救她 再说了 我不是拿衣服盖住了吗 流氓 臭不要脸的 你说谁呢 我说的就是你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真的是无理取闹 两个人吵架后 瞬间都没有再说话了 沉默了一会儿 二旦才开口说话 行 你说吧 你要怎么找我算账 是把我交出去呢 还是要我偿命 软情情一直兜着嘴巴 相当生气 觉得他跟妹妹的清白 都毁在这个李二旦身上了 好不容易过来 想讨点安慰 居然还被二旦给骂了一通 心里很不甘心 但是听到二旦开始服软了 于是心中大喜 转过身来 盯着二旦说道 我爸说了 像这种事情 你就得嫁到我们家 当我们的上门女婿 那一刻 二旦头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都猛逼了 真的搞不懂 这是哪跟哪 居然还有看了一眼 就要嫁过去的规矩 二旦确实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看着软情情说道 你再说笑吧 我只不过看了一眼 就要嫁到你们家当上门女婿 软情情很不开心 感觉二旦没有尊重她 于是便咬着牙 握紧拳头 对着她的小肚子猛地揍了一拳 狠狠地说道 这就是你不尊重我的代价 看着软情情 这个大小姐 那得意地吹了吹拳头 一脸坏笑地看着她时 二旦瞬间就愣住了 她拱着身子 哭丧着脸盯着她看 真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下手这么狠 而且还这么调皮可爱 着实让她有点没有防备 过了约莫一分钟后 二旦才缓解痛苦 很不甘心地说道 你这个女人真坏 居然往阴里下手 你这是想让我段子绝孙呀 软情情说道 我没有挖掉你的眼睛 算可以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你惹了本小间 以后有你吃苦的时候 二旦双手赶紧摆手道 算了 算了 你说吧 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 我算是怕了你了 软情情就喜欢二旦 跟她服软的样子 于是便得意地说道 可以 只要你答应 当我们的人体模特 我就不追究你偷看 我们两姐妹洗澡的事情了 否则 我就把你给攻出去 二旦皱着眉头问道 啥 人体模特 看到二旦反应这么大 软情情很是无语 双眼盯着她问道 对呀 有什么问题吗 看着软情情好像没有事一样 二旦心中有点不安 尴尬地说道 你说的人体模特 是不是就是脱光了 让你们两个把我画到画纸上 软情情依然不动声色 点了点头说道 对呀 这是我们学画画的人都要经历的 这有问题吗 二旦明白了 当时就不同意 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这个坚决不行 你是看到我偷看了你们姐妹 现在就想报仇吧 软情情却扑哧一声 笑了出来说道 我说你小心眼 你还不相信 我只是觉得 刚才看到你的身体 发现你是一个好苗子 要是把你这人体模特画出来 拿到展厅去参展 一定能拿大奖 二旦见到这个软情情嬉皮笑脸的样子 不禁瞪了他一眼 很无语地说道 那还是要我脱光了给你们画画 我总觉得很尴尬 让我考虑一下再说吧 软情情却说道 我就给你三分钟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有关系 反正现在整个上午线都在找你 就看你怎么说呢 二旦思考一番后 不禁一脸的尴尬 但还是扛不住 这个软情情软磨硬泡 直接点头说道 好吧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我在这里 你们要画画 就来这里画 否则 去别的地方我不愿意去 这时 软情情却皱着眉头想起来说道 这里晚上生活别人能发现 我有个地方 你跟我来 绝对能够让你满意 二旦就这样鬼使神差般地穿上衣服 扑灭火 跟着软情情摸黑离去 软情情打着电筒 跳着小碎步 慢慢地在前面走着 二旦却一直盯着他 以为他要带自己进村 却发现 他并没有进村 反而沿着这个大坝的下面小路走去 大约走了二十分钟 两人来到了一处断头路 这让二旦很疑惑 这都是断头路了 没有去路了 你是不是带错地方了 软情情却笑了笑 然后走向前面的一处灌木丛 指着他说道 你是男人 这是你来做 你把这些灌木丛弄开 二旦心想 既然到这里村子二公里的地方 估计也不会害他 于是便相信了他 直接三下两除二 很快就把灌木丛给弄出一个口子 软情情笑着走了进去 两人扒过一些杂草 来到一座坟前 顿时让二旦吓了一跳 我说大小姐 你带我来看坟呀 我怎么感觉到很瘆人呀 软情情却是笑着说道 真是个胆小鬼 还不如我一个女人 只见到走到这座荒凉的坟旁边的墓碑上 轻轻地抽出一个石头 瞬间 墓碑上的大理石块就生了起来 露出一个洞口 里面还传来一股辅旧的味道 软情情挥手赶走 冒出来的灰尘 笑着说道 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地方吧 这可是我们姐妹两小时候发现的一个好地方 经常偷偷来这里 过家家做饭吃的地方哦 说吧 他居然带头就走了进去 二旦尾随其后 很快那块墓碑便落了下来 二旦一直盯着前方 通过夜光眼 一眼就看到了整个墓地的结构 顺着台阶下去 大约100平方的空间 周边墙上都有油灯卡位 正前方本应该有棺材 但是却不见了 上面有个大约10平方左右的口子 还能微微看到月亮的光芒 二旦明白 估计是盗墓分子早就把这里偷空了 现在成了这些孩子童年的玩乐空间了 看着这墓室的构造与空间 二旦知道这个墓室主人估计 也是一个德高望重之人 只可惜连最后的一丝尊严 都被盗墓分子给彻底挖走了 怎么样 这地方不错吧 冬暖夏凉 白天日照也不错 看着阮晴晴转着圈圈 张开双手展示着他的成就时 二旦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嗯 不错 只可惜这个主人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传奇色彩 阮晴晴瞪大眼睛 饶有兴趣的说道 怎么 你对这个还好兴趣吗 二旦看着周边 笑着说道 知道传奇才能有灵魂 你们搞创作的难道不是需要这种意境吗 阮晴晴愣了一下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赶紧转移话题道 你藏在这里 没有人能找到你 除了我们两姐妹 你是不是要感激我 二旦点了点头 然后便说道 这地方以前就这样 还是后来才这样 阮晴晴一愣 随即想了想说道 以前就这样 反正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二旦仔细瞧瞧 这摸摸 那拍拍 转过身说道 意思都十几年了 还是这个样子 阮晴晴也不知道 二旦为何问这些 于是说道 是的 一直没变 这瞬间引起了二旦的注意 因为刚才 他在墙上和地上使劲悄悄后发现 那块放棺材的地方下面 约莫十米的样子 传来了微弱的回声 也就说明 这棺材下面肯定还有一个空间 但是一般人听不出来 如果真的如阮晴晴说的那样 再结合情况来看 肯有可能 真正的墓室就在下面 这上面只是一个假性空间 以此来迷惑那些盗墓贼 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设计 下面真有墓室 那可以说明 这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发现 看到二旦再次趴在地上仔细倾听 阮晴晴当时愣了一下 后立刻就发现 看来二旦可能有什么发现了 怎么回事 你有发现了吗 二旦本没理他 过了一会儿才走到他跟前说道 据我了解 这个坟墓还是完整无缺的 根本就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 阮晴晴看到二旦那认真的样子 指着他笑道 看你那傻乎乎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有啥发现 原来是跟我开玩笑吗 二旦却是苦笑一声 对着他说道 怎么样 跟你打个赌 阮晴晴见二旦不想开玩笑 于是问道 你真的发现有问题了吗 二旦点头说道 当然 要不然我不会跟你打赌 阮晴晴也是一个不认 死里的人 于是便考虑一番后说道 看样子 你是胸有成竹才愿意跟我打赌的吧 不过本小杰却觉得 你再有意夸大其词 这么多年了 如果这真有木学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二旦心中大喜 微笑道 所以呢 赌还是不赌 阮晴晴咬牙说道 赌当然要赌 我赌你输 要是这下面 真有什么木学 我可以答应你三个条件 怎么样 二旦皱着眉头 想了想说道 如果我赢了 是不是只要不违背 道义原则的情况下 你会答应我三个条件是吗 阮晴晴尴尬地点头说道 是的 只要不违背道德伦理 人理刚常的事情 我都可以满足你三个条件 听到他这样一说 二旦心中大喜 于是便说道 好 那我们说定了 一口唾沫一口丁 谁要是反悔 谁就是王八蛋 阮晴晴没有见到过这种无赖 但还觉得二旦有意思 更觉得就算自己输了 那也是表明 这个木学的发现 有他的一份功劳 好 我同意 此事就这样定了 那你怎么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呢 二旦微微一笑 于是便左右看了看 指着那本应 放置棺材的地方说道 残垣下面必有木学 你稍等片刻就知道了 阮晴晴是愣了一下 心中也不敢小瞧二旦 因为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 他看到了别的男人 没有的那股自信 二旦立刻开始 从这个空间寻找 有没有可靠的机关 因为像这样的木学 一般都会有机关存在 所以根本不需要动手挖掘 但是找了好久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机关 这让他有点丧气 沮丧地摇头说道 不应该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软情情见识 心中有些失落 不禁插着腰说道 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倒有点开始怀疑你了 二旦此时并不着急 于是便想到了自己的微型螺盘 只见他拿出来后 立刻拨出心中的意念 结合这螺盘射出来的隐形图案 二旦顿时就看出 那个机关的巧妙之处 二旦走到那本应放置棺材的地方 拿着一块石头 瞧准一个地方 立刻就砸了下去 果然 只见下面的砖块 真的碎了 二旦将碎砖头挪走后 约莫下方 十公分的地方 出现一个正方形的方块 方块中央放着一块凹形的镜子 软轻轻眼睛都直了 心想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 这有块镜子的 按照螺盘上面显示的红点 二旦又走到旁边 三块地方 立刻以同样的方法 找到了三块同样的镜子 搞完后 二旦便坐到旁边开始休息起来 对着软情情说道 好了 该做的都做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 帮我准备几样东西过来 明天中午 就可以让你见到震惊的一幕 软情情皱着眉头 想了想 不禁问道 为什么要明天中午 难道现在不行吗 莫非你想逃走 根本就是在骗我 二旦无语地苦笑一声 指着自己说道 我李二旦 从来是说到做到 况且你也知道 我现在的情况 根本出不去 所以你不必担心 只是看你能不能帮我 搞到三样东西 软情情想想也对 于是问道 哪三样东西呢 二旦便详细地跟他说了 这让他有点为难地说道 你要明指 香烛 三鲜碗干嘛呢 看到软情情这啥都不懂 二旦便说道 你就跟你家里人说 你要去祭奠一个仙人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管 我一定会让你得到不一样的东西 软情情想想也就没有说话了 明白了二旦的意思 于是咬着牙考虑一番后说道 你吃饭了没有 肚子饿不饿 需要我给你传达些什么吗 二旦想来 发现自己的手机确实是进水了 现在根本联系不到别人 所以盯着软情情看了一眼后说道 我能相信你吗 软情情又气又笑地说道 你觉得呢 好 麻烦借你手机用一下 我发个短信 软情情将手机给到他 二旦给秦宇飞编了一条信息 快速地发了过去 秦宇飞收到这条信息前 显得相当地着急 那时二旦跳下和言 等到巡逻组的人离开后 他便跟村民们一直寻找 但一直没有二旦的身影 电话关机了 一直都没有二旦的任何消息 这让他感觉到可能出大事了 由于甜敏和红素素被抓 但又不想让何晓晴知道担心 只好打电话给到叶玉娇了 叶玉娇赶到了何家村 利用自己的感知 发现二旦也联系不上 根本就感觉不到二旦的存在 这让他们一时之间 只能在景区办公室干着急 最重要的县公安局 现在布下天罗地网 似乎要将二旦一网打尽 甚至公安局发出的官方通告 将二旦定义为 为罪潜逃的极度危险分子 不过好在让他们欣慰的是 二旦的人品受到了 包括何家村 王家寨 杨家村等大部分村民的支持 在他们看来 二旦根本不可能是投毒的犯罪分子 叶玉娇和秦宇飞在景区办公室 与景区总经理杨庆元在分析 二旦会去哪里 为何会突然间失去联系 而何家村的何胜光家里 却被几个很重义气的乡亲们 堵住去路 将一桶桶的尿和粪全部 洒在了何胜光家的门前 甚至有乡亲开着铲车 将一车车的石头铲过来 堵住他们家的院子门口 让他们一家子堵出不了门 何胜光根本不敢出门 也不敢骂乡亲们 在何家村 他何胜光没有了前任村长何胜光的庇护 现在的村长对于乡亲们的这种行为 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因为在村长看来 二旦也是无辜的 接到这条陌生的信息 秦宇飞兴奋不已 赶紧将信息拿给叶玉娇看 玉娇姐 二旦没事 可真把我们吓坏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原来 二旦给秦宇飞报了平安 嘱咐她看完后将这条信息删除 也不要通过这个号码找她 她现在就在这周边不远的地方 她希望叶玉娇和秦宇飞 当作不知道的样子 这样有利于她在三天内 能够给自己洗白冤情 当然 二旦交代得很清楚 现在要想洗刷自己的冤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找到有人嫁祸她的证据 而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和胜光 叶玉娇和杨庆元看到信息后 让秦宇飞赶紧删除信息 只是将那个号码暂时记起来了 他们三人心中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 立马就商量着 看看从哪里入手 可以找到和胜光这个叛徒的问题 如果和胜光有问题 或者是真的帮别人故意陷害二旦 那这件事情就很明亮 二旦就是被冤枉的 加上现在村民几乎一边倒都支持二旦 所以对于和胜光一家子来说 绝对是有压力的 说不定就会露出破绽 三人关上门 细细地研究起来 杨庆元把现在村民围堵和胜光的事情说出来后 叶玉娇就没说到 现在这样紧迫他的话 他根本不会出来作妖 越是这样 越找不到他的破绽 所以得告诉村民们 不要再去围堵和胜光了 放他出来 让他自己露出尾巴 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他的问题 杨庆元一听 觉得很合理 虽然现在景区大部分的收入 都已经转到省外的一个秘密账户 就算真出问题了 也能将损失减到最小 好 我现在就去找村长 让他主动去劝说 这样就更能让和胜光露出马脚了 三人商量后 于是便分头行动 叶玉娇和秦宇飞故意开车 离开了村子里面 杨庆元偷偷找到村长 并没有告诉他真相 只是说 没有必要这样对和胜光 人家拍到了证据 作为同一个村的 没必要赶尽杀绝 他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村长考虑一番后 想想也对 于是便赶紧联系相关人员 将围堵人员叫了回去 也让人开铲车 将石头铲走了 村长亲自上门向和胜光一家道歉 这让和胜光更加洋洋得意 在他看来 这并不是村民们退步了 而是上面领导动用了权力 这使得他在村长面前更加嚣张跋扈 村长 我认为 你们不能欺负我这样一个老百姓 我找到了证据 说出了我应该说的话 都是为了我们和家村 但是 这些人不知道受到李二旦的威胁 还是蛊惑 居然全部把枪头对准我 我是真冤枉 所以这次的事情 你们村委会得替我做主 村长当时心里是真的很想骂人 给和胜光面子了 居然得寸进尺 现在还嚣张跋扈的要讨个说法 村长皱着眉头 看到和胜光翘着二郎腿 双手还环抱胸前 一脸不屑的样子 只好尴尬的说道 胜光兄弟 作为村委会 我也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同样 李二旦同志在我们村可是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如果没有他 我们和家村不可能摆脱贫困 你摸着良心问问 这大半年来 如果不是李二旦 我们的渠和路能修好吗 每家每户都有工作 还赚了那么多钱 难道不是因为他发现这个景区 拉来投资赚到的吗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也要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更不能过河拆桥吧 和胜光简直就是刁民中的刁民 他不管这么多 冷笑一声道 村长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那堂哥和荣光 要不是被李二旦这臭小子给整了 他的功劳也不小呀 我承认 这大半年大家是赚到钱了 可是李二旦那小子也没有小赚呀 村长气得快要吐血了 根本说不通 于是便起身说道 盛光兄弟 我们都先冷静下来 想一想 李二旦这个人怎么样 相信你心里也有个数 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希望你三思 和胜光听到村长这样一说 看到他离开 于是愤怒地脱下一只鞋子 朝着他砸了过去 虽然没有砸到村长 但是落在村长的前面 只见村长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离开了 和胜光看到村民们因为受到压力都不再围堵他了 更是有耻无恐 变本加厉地站在自己的院子门前骂道 有种你们就别撤走呀 有种就继续把我堵住呀 我了你们也没有这个种 还想堵我和胜光的家 我呸 这下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和胜光的夫人知道马上现成的房子就要到手 还得到了十万块钱 现在李二旦也被当成了通缉犯 觉得也完成了任务 老公不能再这样嚣张下去 怕到时候急功近利坏了大事 于是去拉他 你个臭婆娘拉我干嘛 我就是要骂死这些狗娘养的 凭什么堵我家门口 老子帮了他们 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还一个劲的找我麻烦 我呸 虽然嘴里骂着 和胜光其实就是 想骂给刚走不远的村长听的 既然老婆拉自己回去 自然也就进了屋子 一进屋子 他们就关上了房门 和胜光很得意地朝着老婆挤了挤眉 笑着说道 怎么样 我有表演天赋吧 这些人 不骂就不痛快 骂了 心里舒服多了 可是他老婆却非常担心地说道 孩儿爹 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不安 你看看你堂哥 哪一点比你差 人家在我们村干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不是被李二旦给掰倒了吗 你要小心呀 不要得意忘形 和胜光显然不以为然 笑着说道 说你是个娘们你还不相信 我堂哥那是旧游自取 能跟我比吗 他乱搞关系 给人留下太多的把柄 就算不被李二旦搞下去 迟早会出事的呀 他老婆只好闭嘴 但心中的不安 却越发地撞击着 他的内心 在他看来 拿人财钱的事情 没有不透风的墙 所以这件事情 多少还是会有点隐患的 和胜光走进卧室 打开柜子 看到张成林托人给的十万块钱 喜不自禁 数了又数 把老婆叫了进去 孩儿他娘 明天我上趟县城 把这钱存起来 留给我们儿子以后娶媳妇用 你觉得怎么样 和胜光老婆兴奋地点头同意 但是却说道 要是明天出去的话 肯定会招摇过世 我认为 如果要存到县城的银行去 那得今天晚上动身 晚上没有什么人 但是他却皱着眉头担心地说道 现在我们村是病毒控制区 进出比较严格 要是被人发现 我们是不是会被暴露呢 和胜光却是大手一挥说道 放心 我给张副县长打个电话 没有人敢拦我的摩托车 有了张成林的庇护 和胜光是嚣张跋扈 确实没有把村长和村民们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现在村民们不再堵他的门 就是张成林这层关系 这让他觉得 自己连夜离开 谁也不能拿他怎么办 果然 他拿起电话就给张成林打过去 张成林当然是老谋深算 微微一想 承认是自己说服村长 让村民们不要再围堵他家的 不过听到和胜光说 要连夜去县城这种小事情 张成林直接说道 放心 我打个电话就帮你搞定 只是你现在要注意一点 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 李二旦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不要太高调 省得招人猜忌 打完电话后 和胜光于是便赶紧说道 好了 还他娘 给我收拾东西 我得在县城住上个把星期 先避避风头 等到李二旦抓到了 你再来县城与我会合 到时候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新房子 和胜光老婆一听 眼里放光 想到这么容易 就能在县城得到一个大房子 他是开心的不得了 立刻就给和胜光收拾衣服 把那十万块现金 还特意分散在羽绒服的里面 然后将不给缝上 还特意交代 他一定要注意 晚上十一点半 和家村因为这两天病毒的事情 大家都睡了 见到外面没有什么人 和胜光在老婆的叮嘱下 立刻就骑上自家的摩托车 出发去县城 和胜光前脚骑着魔手车离开 后脚杨庆元派来监视的景区管理人员 便发现了他的行踪 立刻通知了杨庆元 得到消息 杨庆元和叶玉娇以及秦宇飞三人便立刻商议 在他们看来 和胜光连夜逃走 肯定就是做了心虚的事情 所以现在只有将和胜光逮到 比他说出实情 才能够找到二旦被冤枉的证据 叶玉娇思考一下后说道 既然和胜光心虚离开了和家村 那肯定在外面就会放松警惕 所以得安排人盯着这个和胜光 总会露出马脚 毕竟现在绑架人是犯法的 更不能给二旦带来不利的行为 秦宇飞和杨庆元觉得叶玉娇说的没有错 叶玉娇立刻就联系了大姐大苏秦 苏秦得到消息后 隐瞒了目前的情况 也是不想再待产的何小秦受到刺激 现在情况很糟糕 田敏和洪素素现在还被人抓走了 所以只能按地理进行 苏秦考虑一番后 立刻就通知了在县城的十二支眉的其他姐妹 将和胜光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务必第一时间跟进 利用一切手段接近和胜光 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到有用的东西 接到老大的电话 三个姐妹立刻就前往进城的药道守着 很快就看到了和胜光的摩托车 于是便跟了上去 此刻在上午线第一人民医院 整个医院乱作一团 由于何四平与张倩如的病情再度恶化 两人不停地吐血 根本就止不住 全科室参与抢救 手术室里面的人也是异常的紧张 面对着命悬一线的两位病人 他们只能抢时间进行手术 能不能将这两人抢救过来 也是一个未知数 更要命的并不是这两个人 而是负责张倩如与何四平的医生和护士 手臂上和胸前都出现了农包肿胀的症状 只是他们在手术室抢救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情况 因为连续两天 他们都没有回家 都一直为了病毒的事情 待在医院 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 陈院长和张教授健壮 也一同进入了手术室 参与了抢救 虽然经过全科室医生的抢救 但张倩如何何四平 却最终还是在一个小时候 嘴里喷出一股鲜血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刻 所有医生 包括陈院长和张教授都很失落 做过众多手术的他们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同时间两个病人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两个手术室的全体医护人员 只能深深地鞠躬 表达令人惋惜的失落 离开了手术室 陈院长和张教授显得更加失落 两人走出手术室 只是相互看了一眼 一脸忧伤地回到了院长办公室 面对这种情况 作为医生 他们心情很低落 确实很难受 从到医院 现在这么多专家组都在出谋划策 京城的专家组都来了 但是却最终还让两个活生生的病人 死在了手术台上 他们有些自责 两人坐到院长办公室的沙发上 张德权抹了抹脸上的悲伤 不禁叹气说道 要是离二旦在就好了 说不定他有办法 陈院长眼前一亮 但是又丧气地说道 我也想二旦兄弟能在我们身边 这小子能力有 鬼点子也多 但是现在那帮家伙 真不知道在搞什么 还嫁祸到二旦兄弟头上了 这简直就是老天部长眼呀 张德权也是叹了口气说道 就凭他关键时刻 屡屡救人 他怎么可能会害人 这次 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现在事情闹大了 不过陈院长却突然坚猛地站起来说道 张教授 既然何四平与张嵌如因为病毒的事情而死亡 这件事情我们除了上报后 我觉得要立刻对接触的医护人员进行隔离 我心里不安 估计搞不好 这件事情影响会很大很大 张德权点头说道 是的 我们医院应该立刻启动应急机制 并且上报疾控中心 连夜进行隔离 所以医护人员 必须要接受隔离排查 这次的病毒有后期隐藏的症状 陈院长一听 立刻就打去电话 向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 并且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到疾控中心 同时 医院准备开一个紧急会议 启动应急机制 上午线的半夜 本应该是安静的惬意时候 但此刻消防 公安 救护车呼啸声全程响起 朝着县人民医院赶去 整个医院只进不出 所有医护人员全部留守医院 并且进行排查 等到发现这些医护人员 手上和胸前的农包后 陈院长和张德权都吓出一声冷汗 京城的专家组也慌了 面对这么可怕的事情 他们却并没有引起重视 不好 我们得去看看那十个游客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专家组再次赶到了那十位 在阮家村接过来的游客病房里 好在他们之间就有对这十位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看到那十个游客现在没有啥大碍 让他们松了口气 还是让他们认为这种病毒还是可控的 不过这一次 张德权与陈院长在紧急磋商会议上 却反对了他们专家组的意见 专家组的组长很意外 没有想到张德权居然会不认同他们在这次病毒上面的立场 陈院长很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各位领导 各位同行 我们要深知 这次病毒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病毒 而且现在已经短时间感染就死了两个人 如果不能进行重视 不进行风控 那会大面积蔓延 到时候再采取措施就晚了 京城与江南省省城组成的病毒研究委员会 他们这两天一直在深耕病毒 但是一直认为这次的病毒并不可怕 事实证明还是可控的 对于陈院长提出要将阮家村与何家村会中心方圆50公里 进行全面风控的想法提出了质疑 陈院长 你说的理由有点牵强 请问 你是如何论证这次的病毒危机会得到大面积蔓延的呢 见到陈院长被专家组队 张德权也顾不上同行的面子 直接站起来说道 我赞同陈院长的意见 根据我们在手术式抢救的结果来看 这次病毒明显有三个不同的拐角点 而且都是非常隐蔽的进行扩散 等到推进手术式抢救 根本就来不及了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认为风控有必要 专家组商议后 看向陈院长和张德权 问道 目前我们的应急措施也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研究的相关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 请问你们 如果一旦封控 接下来要怎么搞呢 张德权此刻却是信誓旦旦的说道 再怎么封控也没有用 眼前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人 只有这个人 才有办法控制住病毒 甚至是将这次的病毒彻底清除 专家组的人都愣了一下 不禁问道 有这样一个人 让我们两个专家教授级别的人 都如此认可 我想问一下 这个人是谁 张德权直接脱口而出 说道 就是现在被全城通缉的 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李二旦 只有他 才能控制住这次病毒 此刻 全场一片鸭雀无声 显然 他们有些鄙视 甚至有些嘲笑 更有些人觉得 张德权和陈院长是疯了 居然会相信一个被罪潜逃的人 见到没有人吭声 陈院长也急了 直接说道 各位领导 专家 教授 病毒费儿戏 普天之下 现在又有谁能阻止 那两颗年轻的生命起死回生呢 我想大家都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 既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为何不相信我们的话呢 大家依然没有吭声 专家组的人觉得 就凭张德权与陈院长的话 是不可信的 认为他们对科学的严谨有些误解 所以直接否定了他们的想法 这次紧急会议 除了刚才这个小风波后 根本就没有商量出什么方案 也没有同意大面积进行封控 显然 陈院长和张德权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后 他们商量着 觉得有必要私底下去寻找二旦 因为他们现在真的认为 这些京城的专家组 根本就不会顾及这些感染病毒的人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同意进行大面积的风控 不过陈院长跟高敬良 可是有着不一样的关系 他可是高敬良的大舅哥 知道这个时候 或许打个电话给高敬良比较好 高敬良听到陈院长的提议 故意犹豫了片刻后 才回复道 好 这件事情我跟领导们商议一下 不过如果你们私底下要去找他 能不能找到我不清楚 现在我也挺担心他的安危 只是没有想到 我这个干儿子 居然成了畏罪潜逃的通缉犯 让我这个做干爸的也痛心 要是你们找到了 希望他能挽救上午线 能够洗刷自己的冤情 陈院长看到妹夫如此通情达理 于是便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马上拨通了秦宇飞的电话 刚刚跟叶玉娇和杨庆 原碰过头的秦宇飞 正坐在何晓晴家的院子里 正在担心着二旦的安危 他是没有想到 一个好人 居然被人陷害成了 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 这时 他接到了陈院长的电话 这让他有点震惊 由于跟叶玉娇商量过 二旦的行踪不能跟任何人说 所以他也很谨慎 尤其是听到院长打听二旦的消息时 他更加警觉起来 院长 我也没有见到二旦哥 现在他是生是死并不知道 陈院长怎么可能不知道秦宇飞呢 从他的说话声中就可以听出来 这个女孩子已经开始护主了 好了 宇飞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也替二旦的事情很惋惜 但是现在情况很紧急 何家村那两个病人 刚刚死在了抢救的手术台上 我跟张教授一致认为 现在只有二旦出山 才能阻止了这次的病毒蔓延 否则 整个上午线 甚至是江南省的百姓 都会遭受更大的危机 秦宇飞被看出内心 有点尴尬 但还是否认了陈院长 尴尬地说道 院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现在确实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二旦去了哪里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之前我见过他 他并没有死 只是现在跟他断了联系 陈院长叹息一声 直接说道 宇飞 我和张教授也觉得这里面有阴谋 二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二旦 一定要告诉他 让他先想办法控制住病毒 至于被栽赃陷害的事情 到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帮他想办法 帮他洗刷罪名的 秦宇飞挂掉电话后 陈院长心里很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连秦宇飞都不敢说实话了 这是什么 陈院长此时打死也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妹夫高敬良的原因 让他成为了被人提防的对象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